好了,這條影片就是講這個3133的Assignment 1的第一題 這題最主要就是問兩件事 第一就是問我們怎樣用這個Simplex method去解決這些Linear Problem 第二,它其實最主要就是問我們證明這條題目是Unbound 好了,那首先講了Unbound是什麼 Unbound即是說我們選了Entering Variable之後 我們找不到Leaving Variable 那就證明了它是Unbound 那首先呢,我們就一步一步做熟這個Simplex method 好了,那首先就抄回題目的 我們做Simplex method,第一樣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題目 變回平時見到的Standard Form 是的,Standard Form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將那個Objective Function用Set來表示 然後呢,我們這個 我們假設這個Objective Function是Set 那Set減回這一堆東西 理論上是等於0的 那這個呢,就是第一個Constraint 然後呢,我們都是用這些Constraint 因為我們的Standard Form 我們只要Equal Sign 就是等於,我們是不要Inequality 那這些小於等於呢,我們呢,就全部加一個 額外的Variable 例如這裡呢,我在第一條Constraint 就加這個X5 第二條就加X6 第三條就加X7 這樣呢,加完之後呢,就可以做一個Equal Sign的效果 然後呢,最後呢,就是寫回由X1到X7 都是大於等於0的 那因為例如,因為X5是大於0的嘛 那所以,我們這一條式 加X5呢,就可以等於20的了 因為他們本身這條式是小於20的 那加X5呢,一個大於一個Positive value 就可以等於20的了 好了,那接著呢,我們就下去做這個Simplex method 那Simplex method呢,我們首先呢,就會畫回那個所謂的Table 那這些呢,這一行呢,就叫做Basic Variable 這些呢,就是Equation 0123那樣 然後呢,這些呢,是CoEfficient來的 由Z寫到X7 最後呢,我們呢,還有一個Whand side 那大致上呢,那個Table就是這樣 那首先第一件事呢,就要說回我們怎樣 怎樣決定這個Basic Variable 那其實呢,Basic Variable呢,就是我們這條Objective Function裡面 沒有的Variable 就是CoEfficient等於0的Variable OK,在這個Equation0的時候呢 CoEfficient等於0的Variable 那本句話說,就是X5,X6,X7 因為都是等於0的,在這條式裡 那所以呢,就是X5,6,7 那第一件事呢 那我們設定這個Table之後呢 第一件事呢,我們就要決定它是不是Optimal 怎樣決定Optimal呢,我們看Equation0 那Equation0裡面呢 如果我們的 就是Non Basic Variable 那就是X1,2,3,4 因為這個X5,6,7是Basic Variable 那X2,3,4就是Non Basic OK,看Equation0啦 1,2,3,4的 Non Basic Variable的CoEfficient 如果全部都是大於或者等於0的話呢 那這一個 那這一條 這個Table呢,我們就叫做Optimal的了 那現在很明顯不是啦 因為他們全部都小過0 他們全部都是負數 那所以呢,我們就要開始計算了 那計算的第一步呢 就是找這個所謂的Entering Variable 怎樣找呢,就是 都是看Equation0的 最小的CoEfficient 就是我們的Entering Variable 那就是X1就是Entering Variable 那找完之後呢,我們就找這個 Living Variable 那呢,我們就打直看 找了X1之後打直看 我們呢,就計算這個所謂的 Minimum Ratio Tax 怎樣解呢?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 White Hand Side Over X1的CoEfficient 那這條就是20 over 1 那就是20 那這裡呢,就是 50 over 2 那就是25 那20小一點 那所以呢,我們呢就是選 X5來做這個Living Variable 那呢,就再提一提 我們選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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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um Ratio Tax的時候呢 0和負數呢,都是不需要理的 0和負數都是找不到Living Variable 那換句話說呢 其實呢,其實呢 特別喜歡叫做Embang呢 就是我們選了Entering Variable之後 全部都是負數或者0 那就叫做Embang了 那呢,我們這個 那我們呢,就會一步一步地計下去 OK 那,剛才呢就說了這個 X1是做這個Entering Variable X5是做Living Variable 那我們呢,之後呢就會做一個Gaussian Elimination 那,X1呢 就會放在X5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們就需要X1的CoEfficient 是等於1 那呢 由於這麼巧呢 本身這個Equation的X1的CoEfficient 都是1的了 那所以呢,我們就不需要理 只要抄回 然後呢,我們需要 其他Equation裡面 X1的CoEfficient是等於0 那所以呢,就要做Gaussian Elimination 例如呢,我們Equation 0是怎樣做的 我們就是把0 加5乘以Equation 1 為什麼呢? 因為Equation 0的時候 X1的CoEfficient是-5 那-5加5乘以1就是0 所以呢,就是這樣 那Wheesai呢 都需要加1-5 都需要加1-5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呢,就完成了這個 第二個Table 然後呢,我們就再看看是不是Optimal 不是Optimal 它有負數 OK 那所以呢 就繼續下去了 那這次呢 繼續啦 這個X2是Entering OK 然後呢 X7呢 是Living的 因為我們只有X7 才算到Minimum Ratio 那所以呢 又繼續做了 那做完一輪之後呢 慢慢慢慢再繼續下去 周而復次這樣做 去到最後呢 我們呢 就會出到一個這樣的Table 那之後呢 那之後呢 我們今次呢 我們的Non Basic Variable是什麼呢 是 1-2-3 OK Non Basic Variable是4567 那我們看看4567呢 是不是大於0 咦? 有一個是負數 那就是說 都不是Optimal 那我們呢 這個X不是Entering 很明顯 那我們呢 就再找Niving Variable 但是今次呢 無論是Equation 1 2還是3 都沒有一個Positive的數 給我們的Minimum Ratio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這一條 這一條 是銀板的 那這個呢 就是整個 Q1的答案了